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看乐队的观众来说 这档节目简直就是骗子 但对那些喜欢殷宗的观众来说呢 节目还是值得追的 其次 一档综艺请30位音乐人 大家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又是选歌 又是组队 各种大型灯光舞美配合上 这不就是浪姐和屁哥爆火的玩法吗 这次闪光的乐队借鉴了这些爆款殷宗的玩法 同时又进行了升级微调 最终呈现出了这么一个很让观众上头的音宗 当然 比起那些热门音宗来说 闪光的乐队在选曲上的升级是最值得一提的 因为大部分的选曲都精准地出中了观众的心 要知道 选曲一直是音宗里被吐槽最多的因素 但闪光的乐队选曲却是被夸到爆的 看得出来 节目组在选歌的时候还是考虑过观众意见的 现在这档综艺已经接近尾声了 纵观前面的六场音乐节 可以说每次都让观众看得很过瘾 不管是从舞美还是歌曲的改编 很多都是让观众忍不住拿出来单曲循环的 比如《喧草花》《胡广生》《孤勇者》《日不落》等等 很多歌曲在音乐平台的播放量和下载量都是相当高的 除了这些翻唱的版本之外 很多歌曲的原版也是被顶上了榜单 由此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档节目是有多火 在下期节目中 节目将迎来最后一场巅峰音乐节 和往期一样 音乐节之前需要再次分组 这也是所有音乐人在这档综艺中的最后一次分组了 因为在第六场音乐节中 一个都不能少乐队赢了 所以他们选择了布佳人 保留了李玉刚 富龙飞 金润吉 周杰琼这个配置 这个乐队中的杨晨霖决定站出来重新组队 想要和其他音乐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碰撞 另一支赢的队伍也分成了小鬼张碧晨和梁龙 吴莫愁 唐汉骁两个小组 他们同样是决定重新组队 说实话 组队的过程是尴尬的 但在这档节目又是必须的 毕竟这些音乐人都有自己想要尝试的风格 也都有自己想要合作的人 闪光的乐队决赛分组 五位老将选到的好队 但只有三人是真正的上向奔赴 第一 杨坤 杨坤这次被唐汉骁邀请加入到了闪光的乐队 现在这个队伍的配置是杨坤 唐汉骁 梁龙 吴莫愁 马伯迁 实话实说 杨坤这次选到了一个好队 因为这个队伍有唐汉骁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这档节目里 只要是有唐汉骁的舞台 那是绝对能赢的 不过杨坤加入这个队伍中 不算是上向奔赴的 因为他的心里本来想的不是这个队 在节目中 杨坤并没有明确他最后一次想要跟谁组队 但是从唐汉骁选他的反应来看 这个队应该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毕竟纵观这个队伍配置 杨坤 梁龙 吴莫愁 三位都是大猫口 而且音色都太有特点了 很难搭在一起 相比之下 我觉得杨成林 杨坤的内心应该是想要和杨成林 或者是肖敬腾组队的 因为在这两个队伍中 杨坤都表现得非常享受 唐汉骁也说了 这次选杨坤是有私心的 因为他在下一次的歌曲中 已经帮杨坤想好了定位 第二 张振月 张振月这次被选到了杨成林的队伍 这也绝对是一个好队 毕竟杨成林在这档节目中的几首歌曲都非常欢迎 比如《千年之恋》 《轩草花》 《男儿当自强》 《天堂》等等 张振月是被杨成林邀请的 但他却不是因为杨成林而加入到这个队伍的 那么张振月为什么要加入到这个队伍呢 因为他想要和品贯在一起组队 在这次组队的过程中 张振月拉着品贯撒娇 表示不想分开 他不愿意去和不熟悉的人去社交 第三 品贯 品贯和张振月一样 他俩都加入了杨成林的乐队 不过 品贯和杨成林却是双向奔赴的 在杨成林离开了一个都不能少乐队之后 第一个选择的人就是品贯 当品贯被选的时候非常懵 因为他从节目一开始就想和杨成林合作 这次算是圆梦了 第四 信 当小鬼和张帝晨脱离了闪光的乐队之后 第一时间就邀请了肖敬腾 重新组成了甜心摇滚兔 紧接着他们便邀请了信 而且信也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当时极客俊逸说了四个字 正合你意 由此可见 信也是非常想要和甜心摇滚兔合作的 信和甜心摇滚兔绝对是双向奔赴的 而且他也很喜欢在这个乐队中的定位 大家有没有发现 信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 手里一直拿着鼓棒 没错 信这次是以鼓手的身份加入的 而且队伍中还有另一位鼓手胡宇童 甜心摇滚兔这次要做的是有力量的音乐 所以需要双菜 或许有些观众要说了 信这样一个大Vocal 高音那么完美 为什么要委屈当一个鼓手呢 这是他想做的吗 第五张楚 别看张楚很受恐 每次组队都不主动 但这次他加入甜心摇滚兔绝对算是双向奔赴的 在采访的时候 节目组给张碧晨的信中说到张楚很欣赏他 当时张碧晨也表示非常想要和张楚合作 这不就成了吗 张楚和张碧晨俩人都梦想成真了 大家看一下他们队伍的配置 肖敬腾 小鬼 张碧晨 信 张楚 胡宇童六个人 要是没猜错的话 在这六个人当中 肖敬腾 小鬼 信 胡宇童五个人是负责玩乐器的 张碧晨和张楚则是负责主唱的 他们队伍也说了 这次要做的是重型音乐 应该是偏摇滚朋克的 张楚本来就是摇滚歌手 这次的音乐完全可以说是相当适合他的 张碧晨就不用多说了 上次甜心摇滚兔的胡广生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张楚和张碧晨两位大Vocal负责主唱 他们能够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非常期待 最终的巅峰乐队 应该会从李渔刚队 杨晨林队 唐汉萧队 萧敬腾队产生 一面最大的是唐汉萧队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关注 请关注